4月29号星期三 早上好我是瑞铭 欢迎收看百格城报 翻看今天早上各家报纸 就可以发现英文报和马来报 清一色报道首相纳吉的新闻 中文报方面则有不同的着重点 首先新中日报的头版将焦点放在尼泊尔地震 灾民因为断水断电 粮食短缺和医疗问题 爆发大规模的逃难潮 光明日报的头版则是社会新闻 一名警员在天桥下避雨被撞击 整个人掉入沟群 遗体在十个小时后才被发现 中国报的头版是关于董总风波 中委会昨天开除首席执行长孔婉盈 引起行政人员在董总外抗议 首相纳吉昨天晚上透过国营电视台 公布政府转型计划GTP 以及经济转型计划ETP报告 其中美日新闻打下了不是自己爽的标题 而新报和新海峡时报的标题 则分别下了一个更好的明天 以及亮眼成绩单 纳吉坦言 2014年对大马来说是具挑战性的一年 他的报告涵盖了经济成长 国民平均收入增加 协助赤贫对抗罪案等 他强调 政府在去年的整体表现指标KPI 达到105% 国家关键经济领域NKEA 更达到了110% 下来是新闻快讯 虽然面对外界各种指责 包括前首相敦马哈迪不断炮轰 要求纳吉下台 但是纳吉在昨天的汇报中也强调 他不会屈服 更形容政府不是一个人的 他说他可以接受批评 但是这些批评必须有建设性 而不是无地放矢 下来换个焦点 副财长阿末马斯兰近期就相费事课题 频频发表言论 但不少言论引起热议 包括负担不起私人医院GST 就去政府医院等 Astro Avani引述巫统内部消息 巫统领导层提醒副财长阿末马斯兰 不要在补选的竞选期间 过度强调消费事课题 以免影响选情 消息也指出 巫统担心阿末马斯兰的话 会被反对党扭曲 为党带来负面的影响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敬请留守百个时事